说到今天的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品牌和共赢 我就简单的从品牌和共赢两点说一下 首先就说品牌 在现在的微调市场当中品牌众多 为什么我们鸣子老报 专门选择了志军道合这家企业 在明年要大力宣传 之前我们服务的企业也很多 比它规模大的 比它资金实际强的都有很多 为什么要选择这家企业 是因为志军道合在品牌建设方面 确实有很多的亮点 我相信我们的同行 当地电台店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产品的效果谁说了算 是农民说了算 是用户说了算 我们媒体其实说了不算 我们是第二手的资料 但是这个品牌建设 宣传方面 我们是行家 我之所以能够一眼看到 巧克力这个牌子 就是因为 首先它的这个logo设计套 它是蓝顶上面一个黑红色 为什么信号灯是红黄绿 绿色是冷色 红色是暖色 而巧克力这个设计就很好 它是冷色是蓝色 暖色是红色 红色穿透力强 用蓝色来衬托红色 所以在展会几百家企业当中 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巧克力 也是让他们 最让我们 也是他们的品牌最吸引到我们 所以我们跟巧克力在去年开始结束 这一年下来当中发现这个企业成长的速度 简直就是惊人 在当时巧克力的时候 我跟他们的员工在讨论 他们说他们是开创了颗粒水溶肥的新品类 我一直不同意 我只觉得他们就是起了一个新名字 像我们做新闻一样 起一个新鲜的名字 为了多一些看点 多一些噱头 吸引大家目光 但是一年下来我发现不是 因为市场出现他们的模仿者 大家也看到这边横幅上面写着 正宗颗粒水溶肥 因为现在不是一家开始做了 有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 如果当后面的模仿者 逐渐增多到达一个量的话 它就是开创了一个新品类 而开创这个品类的第一家 就是大家已经选择 已经开始经营的巧克力这个品牌 当我看到今年的质保会上 已经有人出现也比较巧克力 然后有的产品虽然比较巧克力 但是它的包装设定 它的logo 包括它的卡通形象 包括他们宣称的方法 开始模仿巧克力 一旦有人开始模仿你 那么你起码可以说你成功了一半 而且你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牌 说完这个品牌建设 我们最后说一下供应 今天这种大会之所以提品牌供应 这个问题是因为这种道合并不希望 它的代理商仅仅仅是代理产品 赚取一点点利润 这并不算是赢 大家知道有输才有赢 只有经营一个好的产品 击败自己的竞争对手 在你的这个销售区域里面 名列前谋才算是真正的赢家 所以供应是什么意思 是选择一个好的产品 真正赚到钱 而且击败你区域里面 金融对手在占领市场份额 成为当地的顶头 我希望 我觉得这是正道合 希望每一位代理商能够做到的 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么就是寻找一个好的产品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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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